比我开的快是疯狂的人 比我开的慢是蠢人 我是开的最稳当 因为我没标准 我的标准是最好的 他应该是说 not left not right forward 大家比较open mind 这个社会永远不会变 你这个open minded好像很左哦 没有open mind 这是我比较左的 open mind是我们节目 说起这个词来 你说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 来描述民主呢 首先咱们一人说一个 我先说这个是people 人 政府这是为人服务的 equity 就是平等 平等 不单是人 而且是平等 选举 election 我觉得选 我个人说 不光是选举 选举应该是 他的民主的最重要的特征 是one person one vote 而且every vote counts 对 就是一人一票 一人一票 那还没有说到自由呢 自由这个 有没有包括在里面 就是你这种自由的权利 你参与的权利 也应该包括在里面 是不是 应该有 是吧 还有你这个参与这个程度 你不管是直接的参与也好 你间接的参与也好 每个人都是这个参与者 这是我们每个人一人 觉得这个民主对于你 来讲 他这个意义里面的 其中的一个 那在美国的话 美国式的民主 有哪几种 美国对我来讲 是representative 代表性的民主 好像我们选 我们的参与员 众议员 他们代表我们的发言 在做那个决定 但是不一定 每件事情我们都同意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叫做代表民主 直接民主就是说 每件事情 我都可以参与 都可以投票 在全世界 照我知道 没有一个国家 没有一个民主国家 是完全是直接投票的 任何事情全部没有 所以最多最多是representative 但是所以就是说 争议就在这边 所以在很多的 filosophers也好 古今中 中外到现在为止 都对这个democracy的 definition都有争议 到今天我一直都没 还没有说一个 很正确的说 definition是怎样 你要是让人 用一句话来形容 你认为的民主 是怎么理解的 可能每个人都还不一样 对 我个人觉得 会是这样子 Tony 要求我这么问你 你认为你理解的民主 最重要的 它的特点是哪方面 民主就是 由人民来做主 这个解释的 什么样才让人民做主呢 就是讲的 最通俗简单点 就是大家投票 选出自己的官员 来统治我们 或者选出我们 代表我们的议员 由他们组成政府 来治理我们 就是人民的投票权 特别重要 并且你投了票以后 受到重视和 就是人人一票 这个是平等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 对 我现在不记得是谁讲 他这个名人讲一句话 专政 是我先 我先叫你怎么做事情 你就跟着我的做法就行了 这个是一个专政的概念 对不对 民主呢 是你先帮我投票 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做事情 所以最终呢 我达到的目的都是 我告诉你怎么做事情 只是我拉不拉你投 最主要的是 民主和专政 这两个是一个配 一个对应的词 走的话 它的路 走过来是不同 最后的达到的目的 真正是相同 民主选择 这边就是核心的不同的地方 还是就是他会要定期的选举 对 然后人员要有轮换 对 所以说这一边 这是一个规则 一个人主人的规则 多数人的这个意愿呢 会得到执行 这个是 这个就是民主 所以的就是说 他们多数人在定期的选举 会就会选上他们的代表 那一般来说代表呢 在一个理想的这个环境里面 也要去反映 他选上他们的这个意愿意志嘛 当然不可能每一个议题都一样 在我看来 美国当然现在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因为在无论在市一级 州一级 都是我们所说的直接民主 就是选举的时候是直接民主 只是在选总统的时候 是间接民主 我们通过这个选举人团 这个electoral college 来选总统 所以在基层呢 一般是一人一票 我刚才讲的one person one vote 一人一票 那是得到的实施选举 我想问你们大家一个问题 我知道你Charles啊 Tony你们都对政治都比较 好像关注嘛 我们选了我们这些officer之后 你一年平均跟他们见过几次面 那基本上不见面 基本上不见面 所以你怎么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呢 就是竞选的时候 出来跟大家见面 竞选选上了以后 不一定能见上面 不一定 你想跟他见面还不容易 见不上 不不不不 你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误区 就是说如果你自己选择关注的话 你一直都 因为他每一个会议 你都可以通过电视上 实时的直播都可以看到 我明白 就是说当在议题上 你不同意的时候 你怎么提供你的意见给 那么你就可以 大选方 美国这边 这其实就是你 作为民众你的参与度 像Charles刚才说的 我知道 在我们很多local的议题上 如果你想跟这些民选的官员 见面的话 你是有很多的机会去跟他们见面 比如说 这市议会有什么hearing 有什么活动的话 你完全可以 你合法 合理合法的进去 发言 跟他们沟通 跟他们见面表达意见 这是完全可以 对 包括我们的国会议员 你可能有点没有想到 对 国会议员的办公室 既然都是完全敞开的 没有 没有guard 我知道 但是这种都是通过filter的 一般你直接见面 是很少很少很少的机会 差不多是零机会 一般人他也没有 不会有这个需求 一般人也没有这个时间 我想这也就是民主带意志的 一个好处的地方 就是真的 你大家其实只是想过自己的日子 把日子过好 没有谁想就是天天当正 那从美国先赋的这些 funding的这些principle 我觉得有一些直接分享的地方 是说原来我不太明白 后来才发现 他其实在这个制度设计上呢 他是希望把这个叫主权 sovereignty和这个power 也就是说他们把这个 让政府暂时让渡一些权力 给政府 这两个东西是要分开的 主权仍然在民 the people 是sovereignty 然后那个the government 就是说大家选举出来的 这个body 政府的这个体制 它是可以行使权力的 但是the people 要和这个权力要分开 其实他是当时是为了杜绝 这种多数人暴政出现的可能 同时也是为了避免 就是说在日常的情况下 平民如果说通过不停的行动 去去主使这个政府立法 或者执行法律的这些 它会引起非常大的一个混乱 所以他一段时间内呢 选举你不不不满意 那你就把它选下去 或者你自己出来 平常的时候呢 让政府行使他的选举 我给两个例子 给一个例子好了 我们时间不多 就讲干款错来说 如果以平民来讲 让直接投票来讲 你觉得结果会是怎样 那肯定就是通过啊 因为现在美国90%的人 我们在过去二三十年 吵得那么久还通不过 那是宪法第二修正案 那就是因为这边的他的利益集团 宪法改变 这边的利益集团游说集团 他控制了这个大国会 大部分的投票的那些国会议员 同意同意你的讲话 所以我就说民主这个来讲 不是说没有 不是完全是民主的 这个是我的main point 所以就看你说 罗嗦民主是代表我们大家 代表equity 代表freedom等等的 在大多数人都同意的情况下 这个policy就应该 跟大家同意的方向去走 我只是随便选一个例子 很多这个例子太多了 所以最终我觉得 他民意还是会在 这个方针上被反映出来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本来这个都不是关键词 那是钱会用来抛锈球 对对对 因为其实在这个问题上 大家没有太多的争议 因为在美国的这个价值观来讲 首先第一个词就是民主自由 首先就是这个词 你也讲跟他对应的这个词 就是民主就是专制 跟他对应的词 但是其实呢 在这个美国政治里面 有好多词都是我们平时会遇到的 但是其实呢 我们的理解呢 又未必真正就那么准确 而且每个人可能的理解 也不一样 比如说像这样 很多人看法有点不同 对对对对 conservative 这其实就是保守的意思 很多人就觉得 那保守 那就是共和党 那共和党 那就是有意 就是如果简单理解的话 我不知道这么 初级这么理解的话 是不是有偏差 如果Bill Clinton啊 今天来竞选 也是有意 他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共和党的那个president 他的理念 随着时间 一直在变 在不同时间里来看 来用这个词来解释 他的都不谈 到底什么是保守 应该他是一个 温和 比较温和的 的modern democrat 也不能说他就是共和党 对如果 modern liberal 我们有极左 有极右嘛 对不对 这个极左极右都在变的 所以你的conservative也在变 是 我相信我们这些词啊 他毕竟是人自己造出来的一个东西 他的语言是我们只是一个工具 但是这个工具 其实还是有很多 没有办法非常clearly去 我们去交流我们真正想法的东西 所以这个底下这个解释 你看他也只是说 general 也就是大略想表现的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美国的传统的价值 对 他是基督教 比较尊重传统的价值 然后尊重犹太和基督教的价值体系 然后他认为这个道德是有一个普世道德的 对吧 universalism 我是觉得anti-labor它不一定 anti-labor它只要主要说那个union 对吧 是指这个工会形成 anti-union是 anti-union是可以 对 然后反共产主义相对比较强调个人 然后比较强调就是说美国的这种特殊性 然后对这个西方文化有一个强烈的这个 defend 就是怎么说捍卫西方传统价值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这当然相对于其他的 比如说他就是社会主义啊 集权啊 嗯 道德相对主义嘛 就是一个 那和他相反的是什么 liberal liberal 就是自由自由主义 保守的反义词 liberal liberal呢 一般他也说通常来说 他比较支持 对 是这些东西 比如说民权 那简单讲 那就是刚才其实Benson讲了说 equity 对吧 就是说平等 他说liberal liberal其实我觉得是支持 他怎么会说那么的government 应该是比较 跟我的想法有点 那这个individual rights好像 individual rights对的 他强调那个civilized和human rights free market 这边也讲的这么capitalism 这个看起来不对啊 好像不看起来更像是classical liberal 做进来来做进来做进来 很多人看到这个liberal这个词的时候 就会简单的很直接的想到说 liberal表示的意思就是民主党 就是左翼 很多人是这么理解 大政府是吧 大政府 怎么突然就冒出一个有限政府 其实有一个叫 welfare state 这个叫叫叫福利国 在台湾的话叫福利国的一个组织 就是那个那个派系 就是welfare state 这个现在讲呢 现在讲到limited government的话呢 在美国更精准的来表示 叫做classical liberalism 就是经典的这种不自由主义 这种经典的自由主义呢 现在已经变成被称为libertarianism 这个字我中文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 那个翻译这个libertarian party 其实上在欧美很多加拿大 他们都有他自己的party 但是永远不超过40%都是很小的 自由主义者联盟 对对对 他们这种就是说政府什么都少管 无论是道德方面的 就是我们是堕胎的 绝对自由主义 他也不管 你呢另外一个 就那个经济方面的政府 那个控制他也不管 他就说我两边都不管 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还一个另外他们喜欢 甚至可以无政府主义者 他们叫做volunteerism 就是说你们自愿做的事情 最重要的一个 比如说最低工资 他说如果你请我愿 我政府为什么要限制你呢 比如说我们 我去别个报社 比如说我来这个这个电视台打工 我觉得我收过五块钱 但是我拿到很好的经验 我五块钱我也愿意做 那既然你请我愿 我又不骗不欺不骗 为什么不让你去做呢 所以他们在libertarian的这种classical liberalism的话呢 他连最低工资他都是反对的 他说我用只要没有欺骗的成分 你为什么不可以做 政府为什么一定要介入说 他要15块钱一个小时 我以前有愿吗 我学到东西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愿意做 或者那个比较flexible的schedule 对不对 我可以来做两个小时 马上就跑掉了 像我一样 所以大家也不要抱怨 三得子他没有给他的这个 大家对这个自由 到底这个自由是怎么个理解 自由的限度在哪里 这个liberalism呢 我觉得在中文翻译里面翻的比较广 大家觉得说我们热爱自由 就是这种就相对于别的那种独裁国家的 讲自由 但是呢在美国的这个context来讲 在美国来讲的话呢 讲liberal是比较是大政府 政府还有一个叫welfare state 就是一种福利国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当然福利有多少 这个即使民主党内部也是有不同的解释的 也就是说你实在没有生活的当要帮助 但是你到某个程度 还需要帮助吗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上线 你说大家会把这个liberal联系到民主党 有民主党的比如说哪些的理念 是特别的让人觉得是liberal的吗 有没有这样的一两个例子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liberal解释 主要是在社会方针的 比如说同性婚姻啊 多胎啊 这方面呢 他们主要讲liberal的话 主要是在那方面的这些议题的liberal 另外的一些什么工会 其实一开始 经济也有 对经济相对来讲的话 慢慢才才成为的 这个整一套的一个系统 我觉得是慢慢跟上 来咱们看这下一个词了 就到这个democrat 这个怎么就是呢 这个就是民主党吗 现在 所以这好像离得很近 但是应该肯定不一样 这就是我们最想知道的 就是离得很近 但是它到底区别在哪 我觉得这个讲得很好 就是讲到它除了 除了它讲 社会和经济 这个就是经济上的平等呢 这个就不仅上是一个权力上的平等 这么简单 就是一个叫做 equality outcome 就是我们的结局要一样 就是大家总理有些基本的东西 就是说家里最少 好像美国最近研究过 70%的所谓平分性以下的人都是有一台电视机 40%是有两台电视机 所以这个数字是有在外面的 就是这一点就是所谓美国的贫困 跟别的国家的贫困的定义是非常的不一样 我觉得现实主义来说 在美国这个还是需要有一定 这个基本的人民的保障 对我来说 这为什么这个民主党他说 要有一定的这个政府的干预呢 其实就是一种维稳费 你知道吗 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基本 对对 我在讲的就是 但有一点饭吃嘛 如果没饭吃 没有地方住 那不是大家都暴动了吗 对吧 你要知道 你肯定是这个意思 美国来讲 你会打比方吗 这是不是跟那个free market 是不是有有那个对应的地方 我现在其实不包不光是社区和economic equality 还有gender equality 这个这个已经扩大了 ratio的那个equality也放上去 但是这个有不同的解释啊 不好意思 就是说好像安主阳的一人一千块 他也是一种equality 对对对对 但是他是free market 你拿一千块你该干什么干什么 对对对 另外一些的equality 可能就政府的要求 就说你什么人可以住这一个 就有很多的 就是数字啊 就讲到以前的SEA5 就是说你的学校的收到多少 学生百分之多少是 是应该是多少才算是公平 我觉得这这这其实这个公平的定义本身 跟民主党内部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是不是 当然这个一千块 这个每个人发一千块 这个民主党他作为一个党纲和这个现实的建设 还不是他的党纲 对他根本不会接受 就是说这个对他来讲 你说他肯定还没有办法走到那一步 republican 这就很简单了 这个就是共和党人 共和党 什么定义是共和党人 能不能简单说 共和党的成员就是共和党人 或者是共和党的理念 共和党人都会都会同意呢 也未必吧 我看讲 就算共和党民主党都不会说百分之一百 同意百分之一百的那个理念 没错没错 那比较比较 这个这个这个我觉得差不多 差不多 有一点我想加上去就是 一般来讲共和党比较注重 比较少的那个政府要小一点 而且而且决定性要在local 不一定是什么东西 就是在联邦那边决定 所以这个这个少一加一下 就是小政府 差不多是delegation的意思 还是就local government decentralize 现在IT的话就decentralize 去中心化 但是从事另外一个很核心的地方 我们这个美国的这边共和党 基本上是比较偏向资方的 就是比较有钱的那些 有一个 这个这里面没有讲 这个我不大同意 这个我不大同意 肯定是这样 没有没有 让我解释一下 我不大同意 是这样子 你刚才民主党的言论里面不是说 每个人都要有换吃 在美国来讲吃换吃不成问题 一定是有换吃 你愿意做事情就一定有换吃 就算你去 这个不一定 美国有四千多万人处于饥饿状态 这是今天 他是不一定 慢点 你听我讲一下 你听我讲一下 我跟你讲 一天才吃一餐 这个就是饥饿状态 对 但他们是不是不一定 四千万人一天只吃一餐 是不是绝对只吃一餐 但是 民调是显示了 长期处于饥饿状态 你这个东西你们去看看 他去查一查 这个 大家凭借自己的经验 对 那是因为你生活在一个bubble里面 对 就是你所认识的人 都是因为自己觉得 他们回到去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他们长期处于饥饿状态 为什么他们还没死 就是因为饥饿不代表你会死 第二个问题 美国说是obesity 是更严重的问题 这个是两个方面 这是food desert 第二个问题 你这个 你这个 听Benson说 听Benson说 第二个问题 他们长期处于饥饿状态 是他们找不到工作 或者不愿意做工 还是他要减肥呢 没有我觉得 即使找不到工作 美国不会 美国是有这个 一直都会有food stamps 这个 这个 有大量民间的food stamps 我说的是四千多万 美国有三亿多人 对 那四千多万人 就害死了 就是十一点 这个是很正常的 超过10% 这个 这个不是我的神预测 这个是我看到的调查文章 这个是定义 像我刚才讲的那个贫困线定义 刚才讲到我家里贫困线下面 我就跟你讲 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才的问题是什么吗 对 但是你们回去想 下次可以当一个话题 我跟你这个 对 我并不 我不是说不知道你 我不知道你那个 那个statist是对不对 我也不跟你争 那个statist是对不对 我唯一要问的问题 就是说他这些人是找不到工作 还是不愿意做工 就是他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是我唯一的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 是从刚才 Charles你的那句话来的 你说了这个 Republican是有点小资的 不是 这不是小资 他们就是 主要就是站在资方 就是资方 对 这也是以前很多人 用来认识和区别 到底是共互党 还是民主党的一个标准 昨天的华尔街 就讲到这个问题 竟然讲到这个 就是说大企业 喜欢民主党 为什么 民主党有很多的那种 规章制度的时候 等于是保护了大企业的 你要小业主的话 他反正喜欢共和党的 这种小政府的话 因为你才可以灵活的去竞争 比如说讲的最简单的 Uber现在如果你要在 三番售的LA的机场 他要说2万块钱一个月 你才能够进去做 如果你是刚刚开的一个 新的Uber公司 你是没办法的 为什么Uber喜欢政府 就是说 政府立着这个法律 反而保护了我的垄断 我举一个我亲身的例子 就是大家知道 Dot Frank Act 是次贷危机过去的 这个法案 把好多的小的 这个小的 小银行 基本上全部杀掉了 因为这个就是 regulation burden 然后大银行 是非常喜欢这个 不要听 听上去 它是regulation 大家不喜欢 其实大银行是非常喜欢 因为它比较多资源 它本身已经是 它的compliance的那个 它有那个实力 对 而且它有lobby 可以去控制它的 然后小的 你没有这个 就是那个compliance 那个burden 基本上小block 就全死光了 就是说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我亲身经历的 就是我就在 在环境问题上 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况 对吧 你要想环保的话 其实是非常贵的 只有大的工资 它可以这样 可能可以通过集群效应 就是大银行 其实是不反对 这个regulation 所以你从地方 总体来你看 川普上台 他就自吹说 我自从上台以后 已经出台了 很多de-regulation 对对对 所以说它这个就是站在这个共和党这边 那我们就是要政府干预的越小越好 让这个所谓的自由 lazy fair 就是自由主义 大家 自由主义 那我们从党派再跳回到这个词 这个还有党派 这个还有 我刚才想回去一下那个republican那里 因为republican内部还有一个词 可不知道我们那个叫rino 对对对 刚才你那个讲 有的 有的 republican 首先我 GOP 对 先解释一下 我来解释 这个GOP特别有意思 因为很多人有误解 对 都说这个GOP是什么简写呢 你知道吗 Grand Old Party 对啊 其实它是大老党的意思 但是很多人觉得 就传统的 老大党 但是很多人都以为这叫government of people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这个他就是完全被忽悠了 这个是被GOP忽悠了 哈哈 还有一种呢 可能你们还没想到 说 God's own people 嗯 但是其实就像您说的 这个就是大老党的意思 就是说的是 共和党 这个其实有点是false advertising 因为其实上呢 是一个新的党 就是啊 在就是这个林肯的时代 新建的党 但是之前很早以前有个叫 Democratic Republican Party 对 后来就变成Democratic Party了 对 但是共和党在建立的时候 为了就是说把这个传统 就是我不比你差 就把这个名字说 我们是以前这个共和党 回来的 就是有点是 有点是 有点是false advertisement 就是说 他们反正就是想自称为 就叫The Party of Lincoln 但是其实2012年的时候 其实共和党内部 是曾经有过说 大家尽量不要简称 简写GOP 你说共和党就是讲共和党 Moderate 一个标签 我就是等于骂人的 就是你是歪劳 你是讲的 你是讲的 那放在今天的共和党的 特别参议员 Dino 民主党 最被骂到的现在就是Rami 以前的党的棋手 现在我Rami 总统候选 被骂 你还没有讲 这个大家在节目上 没有讲全称 他叫做Republican in name only 对 刚才讲的 名义上的共和党 相对应的就是Dino Democrate in name only 这是不是我们也经常讲什么 红皮蓝骨之类的 对差不多 差不多 OK 我们刚才讲的 说这个词 这个词有没有 说穷人富人的问题呢 穷人富人 我刚才觉得是没有 那那个初级 那个政治认识者 那就觉得 那左 那就是民主党 那民主党就是 稍微不那么富的 又就是共和党 共和党就是那部分有钱的 就是初级啊 有一部分人是这么简单 和直接direct理解的 对 有这样的理解 但其实大富翁都是left 就是最top的 我觉得就是中间的 然后所谓的那个red neck 就是说红脖子 这个穷人 其实都是right的 怎么讲的 红脖子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derogative 你不能那么说 这个节目上不可以说的 我知道你刚才说的时候 带了一块的 对 就是这个在lingo 其实red neck 其实也是一个lingo 也是很多时候 也就是民主党攻击共和党 对 而且这些 我知道 两三年都在变一次的 这两三年都在变 好像今天我是 那个时候加引号了 但是你这个词应该在美国的电视节目上 左中右都看不到了 就是英文媒体上 好像是 哪个词啊 你说 这个这个这个是不太难说的 不太难说的 咱不说 这个这个是一个derogative 在电视上好像我从来没有听到 电视上不会这么说的 可是其实 我们现在在电视上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是open mic 对吧 我们开放 mic 我们是这么想 那这个可能倒是要 要稍微和谐一下 这一点怎么解释 就是有些人就是 怎么可能和PG比较多 这其中一个解释吧 这不是我的说的 我不说 不说了 不说了咱们过 对 一般来讲 就是说 就一般来讲 就是富人里面 比较左的也是很多的 首先都有 冲人里面比较右的 左的特征 刚才和left和liberal是不是同意 我觉得左派基本上的 基本的概念 基本应该来说 跟博爱和这个自由包容 应该是最有关联的 右边呢 右派呢应该是说 我就是这个怎么说的 我要小政府 我要我一切靠自己 为什么小政府就不代表博爱呢 这个 那你这个如果说 因为如果说你要博爱的话 那你要照顾越来 这个绝大多数人 是吧 所以要让要维稳费 要有大家有饭吃 那么你就 维稳费这个词 我非常不懂 维稳费是因为是你有一个 就是说你有一个暴君 或者集权 这个我这个 才能有所谓的 对 我觉得 比方不完全 对 但是呢 他的这个 精神上呢 是一样的 就是说 大家都有饭吃 有好几种方法 我可以免费 给换你吃 送鱼给你 所谓的饭就是 基本的生活保障 我可以每天都送一条鱼给你吃 我也可以教你怎么钓鱼 如果教你会怎么钓鱼之后呢 你自己就可以自足了嘛 所以左那边呢 是专门教你们怎么钓鱼的 左那边就是送鱼给你吃 大概就是这个 你说又是教你钓鱼 没错 free market 让你自己学习怎么吃饱 那你是这个 这个有点过于简单化 唯一 可以脱贫啊 售人鱼 不如售人鱼 那我们好不好这样 我们拉回来美国语境 现在被认为far left 你们能想到什么呢 极左 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嘛 他一口中生 什么具体的 个人也好 组织也好 大家通常认识 标准的基础 这是几个又就是medicare for all 这个我觉得这一次选举的这个 既然我们讲过上次几个选举嘛 有一个议题就是说这个 一表就是政府的一个政府做医保 这个就是progressive left 现在一个叫lip assess 你要是不支持 你就根本就不是 这个是很明显的 这一个是就是说 如果在分别民主党内部 到底是极左 还是叫center left 就是一个议题就是说 是不是medicare for all 或者是free health care 对对 但是但是你在全世界的这个范围 这边那边看 你说把认为全民医保就是极左 那么你看全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 几乎都有全民医保 那你就是说全世界大家都是极左 全民医保有几种做法 好像新加坡 应该早上讲到新加坡嘛 就是说政府完全管理的 还是还是有私人的医院 还是有非牟利的 就是说还独立的医院去做 还是就是全部政府就医生 好像英国的话呢 你住在哪里就决定你的医生是谁 这个family doctor是根据你的区去确定的 完全政府就指定是你完全没有选择的 另外一种就是说政府它是有一个系统在那边 它也是让最低的人也是有一定的那个福利 但是还是有不同的私利的或者是私利的那个 这肯定就是说 所以说所以说他这个medicare for 绝对不能做作为一个极左的标签 而是因为 而是因为当作一个 不应该因为作为说现代民主社会先进发达国家里面 一个标准的一个社会的福利 美国的语境里面 medicare for all 就是指政府管一切 你看民主党的那个那个竞选的辩论 所以像可能它相对立的就是就是拜登的观点 就是既保留你private insurance 还在 那个叫做public option 然后public option跟medicare for all 是两个在民主党那边是争锋对立的两个 所以在美国语境里面 所有的medicare for all 就是single payer 政府管一切 没有什么public option 这个在Sanders或者Warren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明确说的 这个你可以在网上去查 就是说他们明确说的 但是我明白超时的意思 超时的意思是说 你在美国可以这样定义 但是你真的对比别的欧洲国家 先不要讲别的就是说欧洲国家的话呢 基本上这些所有的都有了 不是不一定宣布好 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有 基本上都有相似这样的系统 但是并不等于这个系统 我们就是一定要接受 美国相对来讲 对比欧洲来讲 还算是比较保守的一个国家 就总体来讲的话 应该说那个 我们讲的那个彼得市长 他所说的就是说 medicare for all who want it 这个是我也是比较赞同 就是基本上这个跟拜登差不多了 就是拜登最初的public option 就是public option他不敢说 因为就是现在在共和党 民主党内部 你要说public option 已经被打成右派了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说他们就是你要么 就支持medicare for all 要么就是反对的 你要听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他不敢说这个 所以他不敢说这个 他在讲话里面说 你看这些大的医疗集团 就包括hospital跟药厂 赚这么多的钱 他的重点就是说 他们有赚钱就是一个原罪 就是说在这个医疗这个行业 你就不应该赚钱 你就应该应该就说 拿个薪水 就稳稳当的赚了薪水 就ok了 这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不一样的 要不然你拿来这么钱 去研究新的药 就是说其实上很多国家 好像欧洲药加拿大药 他们是等于是 这好像这个寄生虫 叫leach 美国的那样研发 就美国因为有这样的一个 for profit的市场 有因为花钱 砸钱去研发这个事情 才让加拿大这些 有这个药去用 但是你看也就是 确确实实 我们刚才讲到 为什么这个肝孔错 它一直都还存在 那医疗界 它为什么药物公司 他们的这个 这么贵 还这么贵 那肯定也就是他们利益集团 在这里 为什么加拿大的药 就比我们美国这边 又便宜这么多 所以说你这个 我们刚才讲的left 那你讲的right 这个只有是怎么回事 那我给大家几个问题 大家看看这个东西 比如说一些公共政策 你认为它是左还是右 比如说rent control 这是左还是右 就是要控制 那肯定是比较左的了 rent control是比较左的 你只要讲到说 不是free market 这个事情一定是靠左的 教育呢 教育比如说 要按照这个种族的这个比例来去 这个是左 当然是左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比较左的嘛 好像很难得啊 大家都同意 这个就是按照左 那个就是比较左 对啊 这个是by definition 那这个比如说 我们讲free market 这个话题 如果说反对它见 这是左还是右 那肯定是右了 那肯定是右了 那肯定是右的不得了 这是很右了 你是说那个homeless 对对对 你反对它肯定是右派的立场 我都不能接受了 对啊 那今天右的不得了 这里面有没有存在 这里面有没有存在极右的因素在 来 Tony 比如说你完全不管那个homeless 当然是一个非常右的一个观点 对吧 对这个是不用讲的 就是我刚才想一个 什么样的形式就算是极右了 我是有 你这样理解的 我刚才我举了一个例子 Sanders是一个极左的代表的 极右我给你另一个例子 就是Ted Cruz 哦 基本上你按照他的想法的那个立场 基本上就是一个极右的那个 他有什么主张 就是说明显的让人觉得他这个 那个第一个是就是极右的一个观点 就是我也不能接受的 是要废除social security 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右的一个观点 但基本上你去看那个 就是比较右的一个 基本上是指这个立场 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 所有知道的极右的就比较 不这个容忍这个多文化和外界移民 不管是非法移民还是合法移民 他们都不是很喜欢的 这个如果从极右的观点 他们就是说要建立一个他们 所有都要我们这个传统的基督教 或者是Christian value的这些人 传统的这些人才能进来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对吧 只有他是不希望 不要移民 任何移民都不要 我们现在是什么人 就是这么 最好是说我们传统欧洲移民 他们可以 他们愿意接受 这就已经又到差不多快像是白云 西方文化的这样一个传统 那我问有一个人叫查维斯 那个叫什么 就以前那个Latino那个工运的那个人秀 Sisa Chavez Sisa Chavez 海沙 Chavez 他是组织等于说农工工工会的 他是属于农业工会 你觉得他是左还是右 他当然是应该来说是属于比较 这个陷阱 他应该是说 not left not right forward 因为因为我知道 我大概知道他的那个问题的意思 因为呢他那时是反移民的 他是组织 组织当地的这个 但是他是反移民 因为反移民呢 是保证这个工会的那个权益 对 所以我刚才马上知道 我所以提醒你一下 这是个最坏事 他是工会的 Andra Young your good friend 哈哈哈 因为他是Yang 但是你要想到 其实之前的人的话 他是Charge Young 其实所以说 美国的左右是差蛮多的 最近有个人跟我开玩笑 说我写两个文章 他说哎 要是你把文章改成Andrew的话 就可以很popular 这坏话 之前有些环保组织 包括之前的Sierra Club 他也是反移民的 对对 因为他说我们这么大美好江山 人太多就不行了 所以他其实也是反移民的 所以有些时候这个美国的这个左右 其实还是混杂的一些 这几个Decade之后 他们慢慢的通过这个融合 就变了很多 相互融合一些 首先第一个点是变 是唯一这个常态 叫Strange Bad Fellow 都在变 然后第二个 还有一个第二点常态是什么呢 都是利益主义 利益主义 利益主义 所以你怎么晃在哪里都不要紧 他们有他们的利益要保护 这个 因为讲这个词 美国叫Strange Bad Fellow 用中国讲的叫同床异梦 大家都在睡在同一个床上 但是其实我们大家 虽然是同一个床上 但是我们的利益不一样 利益不一样 是很不奇怪 好像工会 其实很保守的那种 这一次 川普在2016年当选 就是很多这些 这些Russell的工会 觉得他们没有被这个Liberal的这个主流所关注 所以他们就造反了 可以说 都去投川普了 所以说刚才讲到 你在上面写的这个Left and Right 实际上有一个没写的 就实际上Center Left Center Right 应该是占美国的大部分主流 或者是说 Centrist Centrist应该这个比较中间派应该是代表 应该是代表沉默的大多数 对 应该可以是这样说 因为我们 他的理念里面就是有 既有认同共和党的 也有认同民主党的 或者同一个政策不想走太远 就比如说 不想太Radical 比如说好像多太有些人说 我OK 但是我不见证 政府不愿意给钱 政府不应该给钱 对不对 it's legal 但是不要fun 或者是有些有一点的Limit 同样的也有很大部分人 是在中间就是说 允许拥有 但是有一定限制 这一个就是 Motion也是这样 就是说就是20周还是28周的区别 对 你完全 完全堕胎他也不同意 但是就是 大部分人在中间 到晚期的他也不同意 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说 好像就算你一个人来讲 不管你左和右 但是你不一定每件事情 你都是左 对对对 我们很多人 这个是左 这个是右吧 所以才有右 对对对 就是中间派 包括这些无党派的人 还是说他们有一个 某党派 某党派中的 不一定 我举个例子就是 Sandes一直不是民主党的 对对对 只是这一次要参选 对 他算无党派 但是我们知道他的 方谱是非常非常错的 我觉得的话呢 真正的无党派 很多美国人 是真的是不关心 不关心不等于 Sandes 他就根本是 不知道 就是根本就不 他只有跟自己相关的议题的时候 才会关心一下 对 其实好像这些Fremont 很多人其实上次没有平常 他们没有在关心政治 只要这个事情 接触到他利益了 对对对 那他才说 而且是 而且是有人主动去敲门 或者找到他 跟他说这件事情了 他一边好 然后他才意识到 这边是这个事情 我要去 我要去做某种事情 所以其实很多人 我们这个做秀 其实上就希望更多人 成为关注的一部分 不是说 那关注了 你成为Sandes 那也OK 但是重点要关注 要不关注 那就真的是没办法 实际上就是说政治关心的人 我觉得赚了 总门口应该是少数 绝大多数人是 其实是漠不关心的 对 大家不关心娱乐 但是不关心不代表 他就一定是温和的 对不一定 他不关心 他也有可能 他是很radical的 就是刚才和 而且就是 他没有意识到 他自己的政治立场 也许是很幼 或者很足 他就是对某一议题 有自己一个坚强的 强硬的一个态度 那说邱吉也讲 说你要是 证明民主的坏 你就随便找个 选民跟他聊五分钟 你就发现这个人 哇 这样子的 每个人都极其危险 每个人都有很extreme的地方 你是不知道的 你踩起来 哇 你这么extreme 在这个议题上 没错 但是别的很难说 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 是最moderate 所以这个标准是很难做 就是以前开这个玩笑 就是说 比我开的快是 是疯狂的人 比我开的慢是蠢人 我是开的最稳当 最好的 以我为标准 我的标准是最好的 所以这个回到就是 之前有一个就是说 是不是有一个叫 modal universalism 就是道德的一个绝对性的问题了 就是刚才讲 如果没有这个什么标准的话 他最终的一个人 人们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 以自我为中心的 这也是可能 保守派 可能他总是觉得 我还是有一个anchor 但是liberal for somehow 就是可能他觉得说 包括这个progressive 就是说我们还是在不断的 前进 我们的人性也在不断的前进 我们的社会也在不断的前进 我们总有更好的办法 能够解决现在的问题 我觉得最大一个变数 在你讲这边 最大一个变数就是教育程度 和你的open-mindedness 怎么可以接受人家不同的意见 你的教育程度在哪里 是无一的变数 如果我没有 没有把我们的教育普遍一点 大家比较open-minded 这个社会永远不会变 你这个open-minded好像很左 没有 open-minded 这是比较左的 这是比较左的 open-minded是比较左的 open-minded 没左没右 你open-minded 并不代表你会接受 是不是 我听起来 open-minded是我们的节目 open-minded open-minded open-minded是说我愿意听你讲 首先你要愿意听 很多人不愿意听 他就是排外的 我这个下联络一下 下联系一下 你竟然要open-minded 为什么呢 现在教育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很多人叫完出来 他就说I'm offended 现在就是我不说教育也好的 跟以前的教育是真的是叫你接受 不一样的意见 现在很多的在大学校园 有个问题就是说 有些意见是不能讲的 一讲的话呢 马上你就是I'm offended 我所讲的教育是什么 教育不是说教你 教你去学东西 学书本啊什么东西 教育是让你 学习的方法 学会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 那你独立思考能力 这个是我们唯一要受教育的 就是你能给你更多的信息 让你自己有独立思考能力 有判断能力 但是刚才George说的这个事情呢 我也能体会得到 有的学校确实老是在给孩子灌输一种 他们认为的一种理念 如果你是另外一种想法 老师会 你怎么可以那么想 对 会号召同学功力 你说 那叫洗脑 真有这样 不过我根据我以前所了解的小孩子 学到的这个上学教育学的东西 应该主要还是注重critical thinking 美国所有的大学都是特别特别注重 没错 因为你的答案都是要让你公开的 要让你有各种不同的想法 我稍微有反对一件 就是之前 他有几个那些 就他都会请外面的讲员过来 有很左的 就是有些 Palestinian的那些去 去Berkeley的讲话 但是有一个Raw的 那个Ann Coulter一去到 就不让去了 就被烧轮胎 去抗议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坏的一个 还有还有一个叫什么 那个Yani Ulamas 那个人 其实我也觉得他的东西不怎么样 但是你也总的让他讲 没错 尤其是给年轻人 即便是你不怎么样 各个人来决定 那个人 所以你机会一定要给 所以说open mic的意思就是这样 其实比如说 他讲那天 你另外找一个更好的讲员来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你说 像在德国跟有关纳粹的言论 对 是被禁止的 法律禁止的 不是纳粹的言论 但是我就讲是说 有一些extreme的这个language 有一些这个极端的语言 但是其实德国现在也是有一个 就是有个反弹了 就是之前他已经过这四五四年 现在就是变成你太过这样的话 那反而会有一部分人就说 就是有点猎奇心 你就是越是禁书 你那本书不禁 我没人看 你若说禁了我就非要去看 他关键还是我觉得 侵犯了一个人的最基本的人权 就是自由言论自由的这个东西 他他一旦设限 当然说 因为纳粹是因为二战 确实是造成了太大人类的浩劫 整个二十世纪这个太惨烈 人们觉得说 我们人怎么能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残杀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也是某种程度上的修往过程 但是当然在特定的类似条件里头 特别是说 对法西斯本身的这个含义 也在不停的发生变化 现在这个法西斯已经扩充到 这个波特兰这个法 我们不只是说 听到讲很多的republican 都是已经被labeled 我上次有发一个照片 那个Roney也是法西斯分子 对不对 我上次有发一个照片 就是把罗姆尼变成发生 信息德勒的这个照片 对对对对对 他竞选的时候 对对 我觉得这一之类的 他们所有的都被 这一之类的标签 要这个非常谨慎的使用 因为他会被把你trivalize trivalize 就弄到最后 人人都是法西斯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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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行 所有标签我都不太喜欢用 所有标签我都不喜欢用 从来不讲乱 我从来不讲乱 因为你是觉得 没有一个人是纯粹的做 纯粹的用 我个人觉得 没有一个人完全可以 用标签来代表 对 你们知道美国有一个叫 Reddit的一个网站 对对对 有点像论坛对吧 说只要这个鞋子呢 超过200楼以后 讨论一个问题 一定最后就是楼主是法西斯 楼主是法西斯 楼主就是希特勒 最后所有的帖子 只要超过200楼 就回到就是说 不用这么久 不用这么久 我之前在参选的时候 我就发 我就是一个论坛 就有问可以问答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是讨厌同性恋呢 还是讨厌就是讨厌 就第一个前三个问题 就第一个问题 就是这样子 就是第一个问题 设计因为你是够合党 马上就说 哎你是你是恨谁呀 这就是你是谋杀你妈妈呢 还是太太这个感觉了 那我们最近因为发生的事情 是Potland的这个 Antifa和这个 Proud Boy 也就是经典的 Left versus Right confrontation 对吧 那大家对这个Antifa 到底有什么 comments 我就同意川普的说法 是个Domestic Terrorist 就是一个国内的恐怖组织 黑衣蒙面出场 每次活动必见血 那重点是他本身就是说 如果你的意见跟我不同 我就用暴力队 你叫Punch and Nazi 他就讲明衣服战略 就是我叫打你 就讲明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 你就无话可说 Proper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了 对 就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那边也是个极右组织 就是两边都不是好人 就是极左当中 这个就是现在网络 就是这种鼓励这种极端的 越极端就越多人 就反正会吸引人越多 还有一些年轻人他会copy 他觉得这是一个潮流 如果我做一个YouTube channel 我讲的就很中间派的 就是说啊就是这间有好处 那边有好处 你发现没有人喜欢 没有人喜欢你们 要站一边旋边 对 你要有很有立场的 很极端的 有一个什么说法 有一个什么说法 有听过这个 George Bernardo George Bernard Shaw George Bernard Shaw 他讲一句名言呢 他怎么说 是说学家了 他说无知者是最肯定 他们的答案是对的 无知者无味 啊 聪明得乐 反正整天觉得好像站站颗颗 不大肯定 我再讲另外一个字 这也是一个这么讲的 今天用字嘛 以前就叫做这叫broadcasting 现在有个字叫narrow casting 我只针对这个百分之五的观众群 我把它搞得很顺 我就已经很大 就从做生意角度来讲 我只要是把这百分之五的事 所谓的分众传媒 分众传媒 所以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的 你不是open mind 然后你 你critical thinking不够的话 你就很容易限出这个限制 那现在社会上 我们就看到很多人 就限出这个陷阱 然后就对 有很多针对性的 这个市场推销呢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 变为更激进化 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字叫 confirmation bias 大家有没有听过 我本身就相信这个事情 你给我的数据 这是我本身就相信了 我就很喜欢 而且会寻求支持你 证据的那些信息 不断的强 还有这些人因为在 这种情况我们每个人都有 还有个人由于他喜欢听 他自己喜欢听的东西 所以就在所谓的 这个各种群里面 就变成echo chamber 没错 OK 我们这个关于美国政治图谱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讨论 简单 他没有讲tea party呢 tea party这么有意思的词 那我要稍微解释 tea party是等于什么吗 所谓的 tex in love already 对 他们所以讲的查党嘛 但是这个后来很多人都自标榜为查党 所以变成本身的查党 后来就越来越乱了 因为有些人是真的是投机分子 他现在这个活动 这个movement这么壮大 他故意要跳进来要做领导人 他就自称是 所以这些人其实也蛮多的 本来不是他发起的 他这边有几千人去聚众 我赶快去那边 我也说是一部分就进来了 首先查党应该属于共和党的一个分支 对分支的一个运动 就是相对 真正开始主要是打 因为税务的问题 税务问题 真正就是要解释 税务问题 然后后来就是好像你讲 搞得乱七八糟 税务小政府啊 这个 就是叫grivance 你知道叫grivance这个事情 就是说对政府的一些不满 他们是有很多这种story的 其中有一个 因为我那时候 我在当选的时候 正好是查党比较旺的时候 我经常有听这些grivance的story 其中一个 就是北加州一个农民 政府就告他 OK事情是什么都我都忘了 但是告了一次 哎 政府输了 政府反正多的钱 再告你第二次 再告第三次 好了 他又赢了 哎好 政府要找另外一生 再告你一次 那个小伙子说 你这不是 这种政府太 没办法 政府太大了 他就有这样的权利 去这样去做 那他这样的grivance的话 就导致很多人就说 我们我们有点是官兵民反 就有点 讲过去以前tee party 是Boston tea party 是有些政府的税啊 对 用中国讲 就是三高皇帝略 明晓相公多 说这个 这个英国那时候 英国的皇帝 这么远来管我们 现在你说加州 北方东西就说 那是黄盛顿这么远 那个一个官僚机构 来管我 我申诉无门啊 在那情况下 就是 就是所以就是 这个tee party 就讲过的 这Boston tea party 就是这个政府这么远 收我的税 我又没办法发声 就我们这么想 没办法发声 不代表 不代表 不纳税 不代表 他当时这个波士顿的这个tee party 是因为东印度公司 他想把他的茶也拿 就免税进入美国 那当地的这个其他的茶商 进口商就不开心了 就去把那个东印度公司的茶给丢到水里面去 这个东印度公司是把这个垄断 把这钱是给了英国政府的 所以你这些独立的茶商的话 就等于是在没有交这个这个税 根本就不让你进来 所以他为什么有那几个t的tax 就是说你要印花税 就是说你一定要交了这个税给这个政府 当时到最后期上就是讲回来 就是中国就是天高皇帝 远民小相多 就是你太远了 一大堆官在管着我 尤其他不爽的地方 就是我交了税 但是我在你这个英国政府又没有代表 没有 所以没有代表 现在北加州很多人就觉得说 我们这边人少 整个加州都是南加州的几个大城市 都全部被包办了 我们根本没有无话说 所以为什么要 State of Jefferson 北水难掉 北水难掉 水又被你们拿走了